刘婉瑜为台湾设下奥运门票 设计好手刘婉瑜总觉得心里有一道砍过不去 他在身旁亲友鼓励下转念 决定放手一搏 并为台湾设下女子不定向飞把巴黎奥运席刺 开心之鱼 更多的是感动 现年28岁的刘婉瑜 高一时因为爸爸的缘故 接触设计运动 2018年雅加达亚运女子不定向飞把名列第五 隔年拿破利是大运设下对视手金 去年在展杭州亚运 却在资格赛就出局 身旁的亲友的关心 给予被困在谷底的刘婉瑜力量 这次最差就是没有拿到奥运席次 四年后再努力判就好 简单的道理 刘婉瑜不是不懂 而是需要透过旁人点醒 刘婉瑜重新调整心态 并放慢脚步 提醒自己不要太过于钻扭脚尖 也对自己喊话 尽最大努力 放手一搏就对了 刘婉瑜今天在女子不定向飞把决赛 以44分摘金 连带收下奥运门票 重新证明自己 也显得正面奖牌别具意义 刘婉瑜在感谢身边人支持的同时 她还特别提到 妈妈很辛苦 从小练枪都是妈妈在身旁陪伴 每天在我去练习 陪练 即使完全不懂设计 也会跟我讨论状况 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妈妈成为刘婉瑜设计这条路上 背后最大支柱 但刘婉瑜很不好意思地说 有时候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 会对妈妈发了小小脾气 妈妈说她是我的垃圾桶 刘婉瑜为台湾设下第七张设计奥运门票 由于是属于国家席次 而非个人席次 后续需要经过选拔 决定参赛人选 但因抢下门票的选手 能够获得额外加分 成行机会依旧很大 刘婉瑜期许自己 能够顺利前进奥运 并能登上颁奖台